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操作技巧就是基本功 当离合器踏板松放稍微高了点 过头了 哇 引擎熄火了 离合器踏板松放得不到位 哇 汽车下滑了 这一脚挑战可真定力生死哦 那么操作上下坡道到底是在学些什么呢 有右脚先轻踩油门道转速2000转 然后再轻放离合器踏板的 也有左脚先轻放离合器踏板 然后再轻踩油门道转速过1000转的 有的说这两者皆可 因为都差不多 但有的却属后者为罪 因为离合器片造成受伤程度较少 重点来了 你可要懂得离合器踏板 与引擎扭力大小的相对关系 其内在核心运作原理就是 典型的离合器 包含了飞轮 离合器片 磨片压盘弹簧 飞轮和磨片压盘弹簧 作为主动箭 和引擎端发动机的 曲轴连接 离合器片则为被动箭 衔接变速箱输入轴 将发动机动力 传导至变速箱 当离合器踏板 迅速快踩到底时 油压系统 运作传递敌合器 释放轴程 释放轴程会卡路 磨片弹簧中间 推回压板 让离合器片不再受压 此刻引擎回转流力 旋即终止传递 当离合器踏板 由底往高慢慢放开 将离合器片压往飞轮结合时 这时引擎动力 由飞轮经离合器片 传送至变速箱的输入轴承 后端再经由传动系统带动车轮轮动 这时你会感受到引擎动力在驱动汽车轮胎 哇 引擎熄火了 为什么呢 由于离合器建立在一个半点动状态下 当在结合的瞬间 前端引擎与后端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的机械 无法同步 所以肯定是要熄火的 注意咯 当继续维持左右脚在其定位处 然后迅速松开手刹车 汽车起步往前上坡了 汽车动力大过于下滑拉力 便能缓缓上坡 注意咯 下坡眼镜踏踩离合器踏板 空挡滑行咯 手排车就是专专挑战折磨 感触到离合器片结合点的FU 驯服汽车厅里 那你就是赢家哦 终于有FU了 耶